上回书说到公子激光 把鱼长剑放在专著的面前 重视 我将此剑交给你了 凭这柄剑刺杀王辽 替我激光谋夺王位 专著轻轻的把鱼长剑 由打剑锹里拔出来 好啊 剑随小形同匕首 可是冷酸酸银光闪闪 寒气逼人 果然是一柄好剑 看完了 要把这口剑轻轻的放进剑窍之中 在身边带好了 专注抱群攻守 公子 明天就请王辽来吃鱼 在西剑我用刺剑把他给杀了 壮士 你可不能太着急了 这件事嘛 得先让王辽 知道兄弟你 做鱼的手艺太好了 让他有了吃鱼的念头 有了吃鱼的想法 然后再求到你我 怎么才能行事的 嗯 专注点了点头 就一公子吧 激光立刻传下话去 命手下人买了鱼 交给专注做 同时备好了请帖 请朝中的文武到家中 前来赴宴 到了第二天中午了 所有的文武大臣 接到请帖 都到了公子激光的家中 到了西庭落座 高兴啊 这公子激光看得起咱们 给咱们面子 大家伙就问呢 公子 请问您把我们叫来 有什么喜事 您请客呀 啊 中文 只因为头写日子 我从太湖 请了一位厨师傅 这位厨师傅 可会做鱼了 专门会做全鱼大席 那味儿甭提多好了 所以我激光 才把众位请来 让众位品尝品尝 哎呀 多谢公子 多谢公子 承蒙公子呀 哎 感激感激 大家伙全都入座了 今天是全鱼大席 刨去配料全是鱼 有鞭鱼 鲑鱼 鲤鱼 鲫鱼 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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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鱼 鲑鱼 都是一些贵重的鱼 把鱼都切成了各种的花样 做法呢 也不一样 有红烧的 白胃的 油炸的 醋溜的 清蒸的 还有白炒的 味道呢 咸的 甜的 酸的 辣的 还有又甜又酸的 还有又咸又辣的 还有田中带咸的 咸中加甜的 颜色也是红的白的黄的黑的青的紫的五颜六色 百味俱全 怎么吃 先从小碟吃 一道一道的上 就让大家伙一道一道的吃 哎呦 吃着大家伙直流口水啊 越吃越爱吃 吃完之后还想吃 有几位平常就够馋的 什么都不爱 就爱吃 你吃这顿 可就琢磨下顿了 聊天 给公子激光听 大人 怎么着将军 我看 今天吃的权鱼大西太好了 口福不浅啊 是啊 这是我一生中吃的最好的一顿美食 可惜 吃完这一顿 下顿 不知道什么时候 公子才能请咱们呀 哎呀 你小点事儿嘛 说出这种谗话呢 你也不怕难为情 哎 这个不方式 我想 公子家中 既然有这么好的厨师傅 可能是这些天 就请咱们吃一回 早晚呢 还得请咱们复品复品 什么 我就知道品尝怎么还要复品呢 再尝一回不就复品了吗 公子激光在旁边这么一听 嗯 全都说好 我不是就花点钱吗 这更合适呢 我正希望你们全都夸好 嚷嚷出去 把这话送到王辽的耳头里 我这目的可就达到了 众位 你们既然夸好嘛 这位大人说了 让我将来再请你们复品复品 那好 明天我就请众位 再来我家中复品 哎呦 公子 您还请 是啊 就请众位 波容光临吧 哎呀 好极了 好极了 恭敬不如存命 明天我们一定来 这全余大席呀 算了 这些文武大臣 抹着嘴儿 扎着嘴儿 往出色 哎呦 这香哦 一个个吃着 没开眼笑 第二天 还是跟头一天一样 全余大席 这味儿更好了 两天的全余大席 这消息 可就传到王辽的耳头里了 怎么这么快 因为王辽这几天 在宫中闲着没事 眼鱼 忠庸 庆祭三个人都走了 激光 又有了病 不能常到宫中 陪着他消遣消遣 王辽闷得很想着想着 嗯 就想起一个大臣来 他会弹琴 对 我让他来到宫中 给我弹个曲子 我听 王辽马上往下传话 让内侍去请这位大人 没想到 那时回来了 主公这位大人不在家 上哪去了 到公子激光家中赴宴去了 王廖哥们一想到了 他吃饭去 我再请一位跟我下棋来吧 对了 那位将军的情下的不错 往下传话 把这位将军请到宫中 没想到时间不大 那时又回来了 回禀主公 这位将军也不在家 上哪去了 到公子激光家中赴宴去了 王廖心里不痛快 俩人都没请来 再找别人 恐怕都吃去了 得了 我不找了 这二位呢 回来了 吃饱了 何就挺高兴 望着一坐 家人禀报 刚才主公 派内侍来传人 让人进宫 俩子一听主公让去 不一样而同的 又打家中跑出来 赶紧来到公众 面见王辽 臣见主公请安 臣给主公请安 刚才你们二伯上哪去了 因为公子激光 请我们吃饭 所以我们来迟了 忘求主公恕罪 激光家里有什么喜事了 回禀主公 他们家可没什么喜事 就因为公子激光 有打太湖那 请了一位好的徒师傅 那手艺可就绝了 哎呦 做的群鱼大席 让我们大家伙品尝品尝 吃着这香啊 王辽怎么一听 要是吃别的 他可就不问了 因为王辽最爱吃鱼 群鱼大席 精神来了 有几种鱼 还有多呀 群鱼大席 您听见没有 数不过来呀 味道如何 美极了美极了 不满主公 臣是有生以来 从来没吃过这么味美的鱼 即便是龙肝凤髓 也难以跟他媲美呀 哎呦 王辽一听这么好 这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这时候 也不想听这位谈心了 也不想跟这位下棋了 二位请回请回 这二位告辞出去了 王辽心里不痛快呀 你激光家中有这么好的厨师 我能救出这么好的鱼类 为什么请别人就不请我 难道你不知道我爱吃鱼吗 我得问问你 来人哪 给我请公子激光 吃 那时赶紧出去 勾奔激光的家中 去请公子激光 时间不大 公子激光来了 还是一瘸一脸的 激光一看见王辽 满脸的不高兴 这跟谁生气呢 激光可就想探一探 王辽的口气 上前十里 臣弟见王兄请安 王辽一瞧 激光跟没事儿似的 更生气了 把脸放开一沉 尊主全愈了吗 啊没有 至今还是疼痛 你还是疼痛 我看你呀 假的 哎呀 把公子激光吓坏了 难道他真知道 我是假的装兵呢 是看出了什么破绽 还是有人告密 不会吧 激光虽然心里不着急 表面上不露声色 兄王 此话怎讲 臣弟不解呀 既然 宗族疼痛 太马在家中请客呀 公子激光 这颗心可踏实了 原来这王辽知道我在家中请客了 他说的是气话 好极了 我正想让你知道这件事呢 姓王 请您恕罪 臣实在是因为脚疼的太厉害 每天这么烦们 正巧这时候呢 家里边有人从太湖给我请了一位厨师傅 做鱼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邀请文武大臣到我家中品尝品尝 也不过呢 是替臣解解门而已 听激光这么一说 王辽心里的气可就消了一半 这一回用不着激光请 王辽确实有了吃鱼的念头 自己也想吃了 找这么说 贤弟家中有这样的美味 孤家又爱吃鱼 为何不请孤家品尝临尝 哎呀 王兄不是小弟不请王兄 是不敢贸然来请啊 二则 哎二则什么 二则 兄王是异国之主 怎么能轻易到臣的家中呢 即便来请 恐怕兄王也不会轻驾秦王 这话可说的靠上 一个是我不敢来请 二是我请了 你也不一定去 反正我心里想着你王辽呢 王辽听到这儿怒气全无 哎哟 贤弟你可过签了 像孤家跟贤弟是一门手足 文武官员都胜在你家中的传优大席 可以跟龙肝奉随媲美 这样贤弟请 我也有不去之力啊 季蒙兄王赏脸 就让小弟我回去准备 明日请王兄到舍下赴宴 好 顾家明日准到 臣告辞 季光一瘸一点的走出去了 又当开的伺候着 让他登车回归公馆 季光回到家中 就把王辽的话对专注说了一遍 壮士 明天之事成与不成 可全靠你了 公子放心 明天见到王辽 反正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公子 如果万一我专注不幸 只求公子 创始有话进讲 对于壮士的后事 我季光一定啊 不不不 我专注没什么后事 只求公子你 别忘了给我哥哥 五名全家报仇雪恨 壮士你放心 季光一定铭记心中 公子季光要传些话去 把两个兄弟覆盖跟公子删着来 让他们两个人明天暗中 把心腹的兵丁调好了 准备进 当天晚上 公子季光又悄悄的调了几百云兵丁 到自己家里头 这些人 是参加过鸡腹之战的 那些囚犯老爷 这是激光的四十队 一共八百 分成两队 一个队长叫死不怕 一个队长叫胆包山 这些人到了激光的府上之后 就全都藏在了密室 等到时候分两路 接引关中 第二天 公子激光的府中 全都准备好了 王辽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为了防止万亿 王辽掉了五千兵沿途戒备 另外掉了护卫王公的卫队 一共是五百 这五百人随席保驾 他亲自嘱咐着心腹护卫 自己换了一身新的棺带 把剑带好了 王辽心说我带一口剑可不成 我得披挂甲咒 来人哪 看盔甲伺候 时间不大 那一时就把王辽的盔甲取来 王辽咒身披挂好了 拿手一摸 嗯不成这甲叶的太薄啊 我还得来一层 可是这样的铠甲只能披挂一套 没办法 只好穿眼心甲 什么叫眼心甲呀 这眼心甲就跟背心差不多 主要保住前心跟后心 就能保住这条命了 别出受伤 只能是轻伤不能致命 那时取出了眼心甲 王辽又把大甲给卸了 把眼心甲穿好了 然后再重新披挂 拿手摸摸好多了 嗯 王辽心里不踏着 来 再取一件眼心甲 那时又取了一件 王辽重新把甲卸掉 把第二件眼心甲穿在第一件的外边 然后又重新披挂起来 拿手摸摸差不多了 这些甲全都是铁片子做的 现在一共三层铁甲 夹起来做一百多斤 可王辽心里踏实了 这一百多斤我认了 外边照上袍 那时候袍又宽又大 配在盔甲外头还行 系好了玉带 把配件挂好了 那一次进来了 混兵主公现在公子激光 派人来请主公前去赴宴 好 叫他回复公子 说顾家马上交道 是 那时出去传话 王辽一步一步走出书房 到殿前上马 四十名保驾的贴身护卫 冲拥着王辽就出了宫门 五百名护工的卫队 各持兵人前铺后拥 左边右边尘都满了 保着王辽 越武扬位浩浩荡荡 缓缓前进 沿途街道的兵将是一个挨一个 一个挨一个 手里全都拿了兵人戒备森严 王辽等于如临大敌 公子激光站在门口等了半天 望远处桥 王辽的队友是越来越近 当王辽到了门口了 水能离安下马 有人接过马去 激光手里煮的拐锅 一锤一点的走到王辽面前 深深一礼 兄王驾到 兄弟我未曾远迎当面请罪 啊 兄弟手里手里 兄王请 王辽根本不客气在前边走 护卫在旁边跟着 激光离着王辽比较远 在旁边带路 今天激光的府中是中门大开 一直通到大厅口 这时候啊 大厅之上两桌席已然摆好了 因为王辽是君王 不能跟别人同席 他是一人吃一桌 激光也陪着他吃一桌 所以摆好了两桌席 等激光跟王辽进了大厅了 王辽手下的三百名虎贵 真快有打大门口 一直排到大厅后 一边是一百五 另外二百名护工的卫队 一百名在大厅上的两侧站着 另一百名就排到大厅下边的院子 甭管是天下所有的过道角门 全都有人把守 那叫真言 王辽在当中这样落座 激光在下边坐陪也坐下 激光抬头送一去看 王辽的四十名贴身护卫 一个个挺胸跌动 在厅口这站着十个 王辽的身背后站着十个 厅下边东边脚门站十个 西边脚门站十个 每人手里都拿着银来 刀枪剑技 斧月勾叉 边剑锤抓 拐子流行 十八班兵人什么都有 气功心说 这哪来敷衍 简直是如林大敌 激光明白 王辽是带着戒信 来到我家中吃这 全鱼大喜 他有准备 你有准备 我也有准备 你去来了 那咱们就来个 不是鱼死 就是网破 激光一看时间不早了 回头一看 旁边站两个当差的 因为他怕王辽一信 就带着两个当差的 好望下传话 来呀 我兴望在此 开宴 当差的跑到厅下 到了西边脚门 门口的喊力声 公子翻覆 开宴啊 喊完了 然后回到公子激光的身旁边 望着一站 替激光呢 真酒不菜 王辽面前的酒杯呢 有王辽的护卫真满了 大家伙就等着厨房的厨师傅往大厅上送菜了 这厨房在哪儿 厨房就在大厅下西边脚门那边 东边脚门通秘石 西边的脚门通厨房 激光他们家厨房 属于五间大房 人可不少 什么占锅的 烧火的 桃米的 洗菜的 挑水的 匹柴的 拿着地的 端的 捧的 上上下下 就有好几十位 等招呼这一声 开眼之后 时间不大 就听脚门那边 喊了一声 来 脚门这儿 可站着十个兵 听着一嗓子 这家伙 喉咙不小 这声音更大 这十个人不由得 顺声音 这么一看 这位厨师傅 长得模样 可不怎么样 山羊高大 两刀 扫什么一双 抠了眼 狮子比 咧腮鹅 两只大耳 突然在 腮边打卷 头上是 轻步的软肌 身上轻步的裤罐 腰里边 系着围裙 足下 是高筒 软底的布靴 左手捧了一大盘 盘里 有二十四个小碟 每个碟里 它全都有菜 有冷的热的 甜的 咸的 酸的 辣的 一共十二种 没中两碟 都没离开鱼 这人是谁 这人就是今天准备刺杀王辽的壮士专珠 要按照专珠的脾气 干脆的头一趟就带着鱼长剑 等到了大城之上 我拿眼睛一看这激光让他赶紧走 我转身就给这王辽一剑 我一次成功 可是专注又一枪啊 不能按照我的性子行事 公子激光一而再再而三嘱咐我 让我小心行事 得了 我这头两趟啊 先别带鱼长剑 我看看王辽手下这些卫兵怎么查 我好对付 所以专注拖着大拖盘 走到脚盟口 这冰胶过来的 站着 盖什么的 什么盖什么的 我问你 你是盖什么的 我是卫兵啊 你是盖什么的 我送菜的 送菜的 送菜的你这模样可不怎么样 干嘛偏让你送菜 专注心说送菜还得看模样啊 我不送 我不送谁刺杀王辽啊 嗯 告诉你 我不能不送菜 这全英大西都是我做的 我是公子家中的厨房的头 我是大师傅 怎么能不乱我送啊 哎呦 感觉您就是那位太胡来的厨师傅啊 怎么着 看不起吗 这手艺你尝过吗 好吧 即使你是大师傅 我们吴王吃的药好 还要有赏赐 恐怕你要发财了吧 我不想赏赐 你瞧 人家都愿意要 这傻子才不愿意要的 行了 反正我不出赏识 公子让我旺常送鱼 我就送鱼 让我上去吧 上去可不行 你先把这盘子给我 给你干什么的 你甭怪 先替你拿 好吧 给你吧 专注也怕把事情弄坏了 没办法把这盘子就给了你当兵的 俩当兵的脱的呀 这个当兵的又过来了 来 把衣服脱了 干什么脱衣裳啊 甭怪话 让你全脱 专注没办法把头巾摘下来 有人接过来 脱衣裳 专注又把衣裳脱了 脱完衣裳还让脱裤子 哎呦 干嘛脱裤子呀 对了 脱吧 专注没办法把鞋子也脱了 袜子也脱了 浑身上下 只剩一条短裤 这些当兵没看成了 行了 你上菜去吧 就真的上菜吗 对了 你就这样上菜 这成什么体统面见军王 那你甭管 这是吴王关照的 没人怪你 再不去呀 这菜可就凉了 哎 专注心手查得这么严 幸亏 我没带这鱼长剑 我要带来就要入室了 专注把这托盘接过来 进了脚门 走到院子里 到了大厅口 厅口这还站着十个兵呢 站住 专注心说 我已然被查过了 身上的衣服都脱光了 就成了一条短裤了 怎么还让我站住 难道还查 干什么 把盘子端到这边来查查 刚才已然查过了 刚才啊 查的是人 现在查的是菜 哎 菜还要查 对了 非查不可 端过来吧 好 专注把这托盘捧到当兵的前边 有一个当兵的手里拿着一根银筷子 拿着银筷子就往这菜里站一下 这叫干什么 这是看看里边有没有毒药 据说呢 这银的是白的 要碰到毒药呢 马上就变黑了 王辽是为了小心 谁敢知道今天 习常用的杯 习常用的筷子都是银的 他不放心 还让一个当兵的 带来自个儿宫中的一根银筷子 这个当兵的拿着筷子 在门口这么一站 每样菜都得查一下 难道说这么办 不怕激光多心 这可是规矩 王辽在宫中吃饭 也得先查查 这当兵的拿着银筷子 把24个底全都给查了 没查到毒药 嗯 去吧 专注捧着托牌 准备上厅了 迈不往前走 突然间听见一声喊嚷 站住 专注这么一看 怎么这么麻烦 左查一回右查一次 这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 你送菜 往厂上溜达呀 跪下走 哎呀 把专注气坏了 我专注杀猪出身 哪受过这种雄气 哼 要让我杀猪 官不吹 民不饶 凭本事出发 随便你什么达官贵人 我也不买你的账 靠啊 现在让我跪着送菜 这要给我专注的脑袜 我过去一巴掌把你脑袋打胃了 今天没办法呀 为了吴国换一个好的君王 为了给哥哥五子虚报全家之仇 忍了 专注把牙一咬 双膝往地上一跪 旁边得当兵的乐了 嘿嘿对对对 就这样 把头低下 用客气盖走 不许抬头 知道吗 我告诉你 等送回菜回来 还得跪着走 在这地方才能站起来呢 专注明白了 跪着送就跪着送 专注望生送菜 季光两只眼睛偷瞧王辽 就瞧着王辽俩眼发指 看着送菜的专注 你 季光心说 难道王辽他看出破绽来了吗